韩国财阀的嚣张跋扈,你根本不敢想象 这是一家高档私人会所 里面的服务生都是娱乐圈的小明星 韩国财阀在此洽谈业务 只见男人眨眨眼 两个大美女便走进来,坐在客户身侧 他们一个是当红idol,一个是新人女模特 却只能屈从财阀,甘做利益的工具 酒足饭饱,男人点点头 那两个大美女跟随客户去了酒店 后续情节,懂得都懂 韩国娱乐圈是个臭女坛 可偏偏有人前扑后继,争相往里面挤 那些青春靓丽,梦想一夜成名的美少女 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 今日电影《野兽女孩》 看破韩国娱乐圈不为人知的套路 这位身姿纤细的女孩名叫小美 一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 刚接到人生中第一部女主戏 上班头一天,小美紧记十八线的自我修养 点头哈腰逢人变拜 哪怕前辈趾高气扬地甩白眼 小美也面不改色,乖乖受着 小美输在太相信公司的安排 没有提前看剧本上 拍摄尺度超级大 需要当着几百号人的面 练清凉的双人体操 小美直接下得逃离片场 然而下一刻,她就被押回公司大楼 摆在小美面前的 有两条路 要不重新回去拍片子 套着美色昙花一现 要不倒赔公司2000万美业金 小美断然拒绝拍片 那么问题来了 她一个刚入行的新人 去哪弄这2000万呢 小美祈求经纪人网开一面 经纪人见她着实为难 直接大手一挥 让手下把她卖到泰国底债 小美哭爹喊娘 顿感时韵不计 人生黑暗 就在这时 天降曙光 来了一位墨镜姐姐 直接豪爽地开支票 付清违约金 在贵人的帮助下 小美背上了2000万的外债 小美十分感谢 请对方吃饭 这才知道 墨镜姐姐曾经也是个小明星 年老色衰 走红无望之后 利用手里的人脉 开了家高级会所 承接各种业务 摇身一变 自己做老板 既然如此 我们叫她老板娘吧 小美对老板娘 又感激又崇拜 老板娘也有心 做小美的博乐 女演员和女陪酒 都是青春饭 在哪翻红都一样 现在你负债累累 不如到我的会所上班吧 小美一而再地 受到帮助 先入为主地认为 老板娘是好人 开开心心地 签下了对方给的合同 顺利从一个坑 跳进另外一个大坑 小美刚签完 屋子里又进来 一个甜美的大美女 两人电睛一看 心情十分激动 是你啊小美 是你啊翠花 原来两人不仅认识 还是十多年的好闺蜜 曾经为了明星梦 一起做练习生 翠花仿佛想起什么 刷得变脸 蛮横地把小美 拖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警告她 千万不要签合同 原来小美也是 用同样的方式进来的 这一切 都是老板娘 和演艺公司的套路 先是演艺公司 给刚入行的新人女艺人 安排一个 不可能接受的任务 如果遭到拒绝 就反咬一口 告对方违约 这时候 老板娘再跳出来 眼双簧 将女艺人 引流到自己的会所工作 老板娘也并非 什么大慈善家 她给的合同里面 处处都是坑 在会所工作的女孩们 穿衣吃饭化妆 都要另行付费 小美辛辛苦苦 拿到的薪水 会重新留回 老板娘的口袋 所以挣钱还债 这是个美好的大饼 根本不可能实现 翠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劝借小美三思而后行 小美无奈地怂怂肩 你不早说 我合同早就签完了 还能怎么办 翠花说 那先这样吧 你先到我家里 吃我的 住我的 不给老板娘压榨你的机会 等还完了债 立马脱身离开 翠花家 竟是个八百平的小套间 小美算是开了眼 我来个乖乖 翠花一个月得挣多少钱 才能拿得下这套房子呀 小美的惊讶合情合理 翠花的收入高出同行已大减 虽然翠花年少无知的时候 跳进了老板娘精心准备的陷阱 但是工作这些年来 坚持卖笑不卖身 每天到会所消费的 都是些打官显贵 富豪明星 久而久之 都知道会所里有位甜美娇憨 千金不换的美人 纷纷慕名而来 翠花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以一己之力 贡献了会所80%的营收 再混到古代青楼 翠花的地位相当于花魁 所以连老板娘的态度都客客气气的 这也是为什么翠花敢大张旗鼓的 帮小美走后门的原因 有好闺蜜招着 小美的起点比普通女孩高得多 再加上长相清纯 气质独特 当过你远远 阴影展现出 压翠花一头的潜力 但是如翠花那般风光 也改变不了卖笑人的本质 有个土豪对翠花倾心已久 因凡托人赛名片 希望能和翠花发生点什么 翠花置之不理 此人便找上门来 点名要翠花服务 其间动手动脚 翠花不愿意 还摔了杯子 土豪脾气大 又叫来两名女孩 当着翠花的面 有说有笑 还把其中一个女孩拉进了卫生间 不意气翠花 动静之大 把老板娘都招来了 出了这个门 怎么玩都行 但在我的地盘上 可不兴乱来 老板娘人脉广大 土豪不敢得罪 拉着美女去找酒店 翠花的白眼翻上了天 有俩臭钱就了不起了 吃相真难看 为了平复翠花的情绪 老板娘亲自作剧 叫来两个帅气的男明星 乐呵乐呵 翠花发现出席的是小帅 上去又惊又爆 不停乱扭 你知道吗 欧巴 我最喜欢你了 欧巴 老板娘健壮 灵光一闪 她想到了对付翠花 和小美的好计策 千万不要和情侣同居 趁女人不注意 男人把什么东西 丢进节酒汤里 女人毫无防备地喝下 仅过两分钟 便睡得不省人事 下一秒 男人抱起轻飘飘的身体 钻进了卧室 男人的女友打开房门 见到这大被童眠的场面 怒从中来 直接踹醒女人 狠狠甩了两耳光 亏我把你当闺蜜 竟然在我的家里 抢我的男人 可怜兮兮的小美 身负两千万外债 又被好闺蜜踢出家门 孤零零地站在首尔的街头 无依无靠 只能向慧佐老板娘求助 殊不知 此举正好落进 新演了一出双簧 才把小美从演艺公司 骗进会所工作 正当她继续挖坑 是要把小美压榨干净的时候 翠花突然出现 现场上演姐妹情深 打乱了老板娘的挖坑节奏 出于翠花是会所的头牌支柱 老板娘也不敢在明面上招惹 只能在背地里下手 暗中挑拨离间 如何才能拆散一对 相识十多年的好闺蜜 答案 一个男人就够了 那天邀请男明星小帅 到会所做客的时候 翠花异常热情的招待 这让老板娘察觉端倪 翠花啊翠花 怪不得你坚持卖笑不卖身 原来早就心有所属啊 可被我抓住弱点了 散场之后 老板娘偷偷找到小帅 以丰富的演艺资源为酬劳 让小帅做翠花的男朋友 打入敌人内部 瓦解着对好姐妹的关系 小帅深得刘备真传 女人如衣服 是男人就要冲事业 毫不犹豫答应了 老板娘开出来的条件 接下来的日子 翠花每天喝得醉醺醺 面带笑容的 被小帅送回家 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 小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由衷地希望好闺蜜 能够得到幸福 这天老板娘祖居 故意安排小美和小帅 坐在一起 以激起翠花的嫉妒心 没想到 小美认出小帅的身份后 主动坐到了另一面 这让小帅的跟斑铁袋刮目相看 在鱼龙混杂的封尘世界 竟也有性情中人 两人聊得火热 隐隐擦出爱情的火花 几人在会所玩完 仍不尽兴 提议到翠花家中继续 翠花最先不胜酒力 歪歪斜斜地睡在地板上 紧接着 小帅也躺到了沙发上 铁袋就在这时 接到公司电话 她摇摇小帅 结果小帅睡得像头死猪 铁袋无奈先走一步 她叮嘱翠花 帮忙照顾这两个 不省人事的小情侣 然而铁袋刚走 小帅便晃晃悠悠坐起来 让小美帮忙倒杯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小美念她刚刚酒醒 好心帮忙 却不知 这是小帅故意支开她的借口 小帅根本没喝醉 她是装的 也不知她把什么东西 丢进了小美的饮料中 小美喝完之后 便觉得晕晕乎乎乎 睡倒在沙发上 而后被抱进翠花的卧室 脱掉外套 咔咔拍了几张照片 翠花清醒之后 打开卧室 只见到好闺蜜和欣赏人 躺在自己的大床上 脑袋里紧绷的那根弦 啪的一声断了 刚刚我在冰冷的地板上躺着 而一强之格的你们 做了什么 小帅装作一脸无辜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喝醉了 她那么热情地贴上来 我还以为是你 翠花气炸了 对床上的小美 砰砰就是两脚 我念你心思单纯 掉进了老板娘设计的陷阱 莫名背上两千万外战 所以看在往日情分上 好心收留你 结果你就这么报答我 小美眨巴眨巴 轻松的大眼睛 直到看到小帅那令人流鼻血的腹肌 才发现自己也是光溜溜的 慌里慌张用被子遮住胸口 还没来得及解释 翠花的巴掌 如暴雨清晰而下 这么一闹 翠花单方面和小美反目成仇 小美拉着行李箱 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的时候 老大瓜子依旧嗡嗡的 当务之急 先找个落脚的地方 小美无奈打电话 向老板娘求助 老板娘接到电话的那一刻 便知道计划已经成功 对小美的态度 从照顾有加 变得耐人寻味 果真如翠花所说 老板娘也是个 吃人不吐骨头的马荒 吃喝拉撒住 全部都要钱 小美裤兜里仅剩四五块 只能住地板开裂 蟑螂乱爬 光线昏暗的老房子 送走中介人 小美终于委屈地哭出来 她难过的不是被冤枉 而是两人十多年的友谊 比不过一个男人 小美很珍视 这份经过岁月沉淀的友谊 次日上班的时候 试图主动挽回 可是翠花冷漠的昂首转身 她对小美和小帅恨之入骨 拒绝于任何一个产生交际 老板娘偷偷观察着一切 表面上摸摸小美的头 表示安慰 实际心中怯笑不已 她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这个女人太惨了 追逐明星梦 结果掉进大陷阱 沦落风尘 成为这家高档会所的头牌 又被老板娘设计 遭遇好闺蜜和前男友的双重背叛 原本坚持卖笑不卖身的翠花 经过连番打击 难免心灰意冷 用极端的方式掩盖伤心 她开始放纵自己 经常喝得烂醉 在客人面前大跳热舞 那个寄予翠花已久的土豪 闻风而动 再次来到会所 点名要见翠花 期间 土豪对翠花动手动脚 翠花看不上她 既吃不计打的无赖脾性 始终不给好脸色 哪曾想 我豪色胆包天 竟直接用墙 翠花在里面苦苦挣扎 而老板娘守在屋外 里面的动静 听得清清楚楚 却不让保镖们进去制止 毕竟翠花是会所的顶梁柱 曾经为了小美 多次顶撞老板娘 老板娘不方便明面上动手 背地里却想尽办法 又让翠花吃点苦头 如果土豪这事能成 她还能顺势敲诈一笔 既炫服了野马 又得到了利益 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翠花脾气太绝 抵抗不过 竟直接抄起酒瓶 给土豪开了瓢 事态超过控制 老板娘这才假惺惺的闯进来 送土豪去医院 包间里只剩下翠花一人 梦想破灭 好友背叛 爱人离心 事业上还要遭受客人的欺辱 和老板娘的刁难 翠花背从中来 捡起玻璃茶子割了手腕 而小美此时 正享受着自己的爱情 小美被翠花从房子里赶出来之后 就陷入了极度贫困 若非铁蛋请客吃饭 恐怕明天首尔新闻头条 就是十八线过气女星 经济落魄 饿死街头 她将自己和翠花 那矛盾的经过 都告诉了铁蛋 没想到铁蛋坚信她的人品 认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为了逗小美开心 铁蛋十分厚脸皮的 在海边表演裸奔 面对温柔帅气的欧爸 小美彻底沦陷 就近找了个氛围酒店 为爱情定调 两人太过于忘我 以至于错过电话 次日清早 小美才惊讶的发现 翠花住院的消息 她马不停蹄的赶去医院 翠花躺在病床上 双目紧闭 小美心窝子抽抽的疼 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放弃和翠花的友谊 资产负债2000万的小美 决定主动承担 砸伤土豪的赔偿责任 小美走后 翠花睁开双眼 留下了既感动又难过的泪水 她也想不明白 既然小美如此重视这份友谊 为何那天 还会和她的男友小帅 躺在同一张床上 极度缺钱的小美 却找老板娘协商谈判 可是老板娘却拿出了 小美的不雅照 小美看到照片中 熟悉的场景 这才明白 她被设计了 偏偏她没有反抗的能力 小美明白 她这辈子毁了 要不在老板娘的胁迫中 当一辈子陪酒女 要不被公开照片 身败名裂 这样的她 如何配得上 干干净净的铁袋 小美放铁袋鸽子 亲手斩断了自己的爱情 而小帅 如愿以偿 得到了渴望的演艺资源 可是回家路上 她的脑海里 全是翠花的样子 是那个甜美的女孩 朝她撒娇 朝她称怒 朝她笑嘻嘻的可爱样子 吃到如今 小帅才发现 她假戏真做 真的爱上了翠花 小帅男受良心的谴责 在翠花的病床前 揭露了老板娘的阴谋 她和小美什么都没发生 所谓大背同眠 不过是在老板娘的指使下 精心设计的虚假表演 两姐妹就此解开误会 重归于好 对老板娘的险恶面目 也有了新的认识 至于被分手的铁袋 由于苦苦联系不上小美 闹会所闹事 反被老板娘的手下 揍得奄奄一息 小美见到爱人了无生气的样子 当场落下泪来 没想到好心分手 反倒害了她 但小美没有忘记 真正的罪魁祸首 是会所的老板娘 他们是被老板娘胁迫 被老板娘欺负的小人物 也是唯一的 可以反抗老板娘的力量 小美特意准备了一支录音笔 再次找到老板娘谈判 偷偷采集证据 然后把她的遭遇 在论坛上发布 在粉丝的推播助澜下 网上一片声讨之声 相关部门迫于压力 将老板娘的会所查封 小美翠花宠获自由 各自收获幸福的人生 小帅放弃事业 陪伴翠花过平凡人的小日子 而小美成为事业型女强人 走上人生巅峰 电影《野兽女孩》 以一个女演员的采雷之旅 揭露韩国娱乐圈乱象 一人非人而是商品 爱情不是爱情而是利益 善良不是善良而是陷阱 不管心思单纯 还是经验丰富 一脚踏入泥潭 从此身不由己 左右人生的不是人本身 而是罪恶的资本 电影最后 给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但现实又如何呢 不过一场爽文式的异想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